好,我们正点开始,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来自于清新科技GOOPSphere的可观测团队,然后我叫霍秉杰,然后这是我的同事张金豪。 今天主要是结合GOOPSphere的实践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在生产环境中去使用TANOS,你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 我所说的生产环境是指的是,比如说你的生产环境里有几十个或者上百个集群,然后你用TANOS去收集它的监控数据,你怎么样去扩展TANOS的一些工作负载,使它能够接收这样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数据。 当然主要是结合是我们自研的这个项目叫VIZID,去和大家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首先介绍一下TANOS,TANOS我觉得有多少人用过TANOS可以举下手,有几位小伙伴是用过的,是吧? 然后TANOS呢,其实是,说到TANOS,其实你不得不提这个普勒米修斯,普勒米修斯呢,其实它是现在已经是一个语言声监控领域的一个事实标准,但是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它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呢,它的作者一直是说认为这个普勒米修斯应该是一个单实力,单副本的这么一个,也没有高可用,也不可扩展。 当然它是效率,单实力其实已经效率很高了哈,然后呢,这个作者他的这个思路呢,是把一些高可用啊,扩展性啊,去留给社区的项目去完善去做。 那所以,就是普勒米修斯开源之后呢,然后陆续的有非常多的普勒米修斯的长期存储项目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TANOS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早,然后现在也是社区里边比较受欢迎,功能也比较强大的一个项目。 然后它呢,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功能,比如说它能够把普勒米修斯的数据上传到对象存储,然后呢,因为上传到对象存储,所以你可以存储更多的这个数据,监控的数据。 然后它也能够从对象存储去查这个数据,同时它是监控这个,它是那个监容普勒米修斯的,然后也能够有一些将采样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你查询长时间范围内的这个数据呢,也不会速度很慢。 这是TANOS。 然后TANOS呢,其实有几种不少模式啊,首先第一种就是Sed Car的模式啊,Sed Car的模式呢,说白了,就是说在你的普勒米修斯的炮子里面,起一个TANOS的Sed Car。 然后呢,它这个TANOS Set Car呢,会把普勒米修斯的数据呢,给它发送到对象存储,然后达到一个实际化存储的这么一个目的。 然后呢,TANOS的其他一些组件,比如说Cure或者Store Gateway,它能够从这个对象存储里面查询这个数据。 然后这种模式,其实对于这个TANOS的组件来讲呢,它的这个接收监控数据的这一部分,本来就是已经可扩展的了。 然后用户呢,只需要去关心,比如说这个Cure啊,或者Store Gateway的这种扩展性。 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TANOS的一种模式呢,就是说叫中心化存储,它能够就相当于你的普勒米修斯呢,可以用一个Agent模式去运行。 它能够把数据给它remote write到TANOS的组件里面,然后TANOS的组件呢,再通过这个injector,再把这个接收到的数据上传到这个Store,这个对象存储里面去。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用户需要更多的去关心你的TANOS的这些组件,怎么样去扩展,然后能够容纳和接收的就是海量的这么一个数据。 所以这是两种模式的这么一个区别。 具体到怎么样去部署和定制这个TANOS啊,这个其实社区,我这里面列了两种方式,首先是这个CubeTANOS这个项目。 这个CubeTANOS的项目是TANOS的Mentender去维护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呢,它是能够通过JustNet的方式去对你的TANOS的部署能够做一些定制。 然后呢,是用YAML的方式去部署这个各种组件。 那它是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JustNet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我这里面写的叫Developer Friendly的一个,它并不是User Friendly。 然后呢,就是Developer可能会有些脚本拿去写一些配置的,用JustNet去写。 这个可能JustNet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语言。 然后呢,但是它大多数的企业用户呢,可能并不会去使用,这个去编写JustNet的这个配置文件,对吧。 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CubeTANOS这里面它有一个Sample Department的,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生产可用的一个部署。 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TANOS组件呢,都是单副本,单实例的。 然后呢,它也没有这个Compactor去进行一些降采样,然后也没有CubeFront-end的这个组件。 然后尤其是说,因为TANOS多极群的话,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多租户的问题。 它其实也没有一个配置文件呢,去,就是一个或者一个配置式,说你怎么样去把多租户配到你的这个Hash運里面,然后能够接收海量的租户的这种数据。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可用的一个部署。 然后这,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熟悉,觉得可以用这个HAM的方式去部署TANOS。 当然这个BetaNami其实也有一个TANOS的一个HAM chart的,这个用HAM chart的呢,其实我觉得就比这个JazzNet的呢,可能更多的人会更接受一点,就是用HAM去部署的。 但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看过BetaNami这个TANOS这个HAM chart的里面,你就会看到它这个Values有5000多行。 也就是说TANOS的组件比较多,而且每个组件的那个各种开关也是比较多。 然后,所以就导致了它这个Values是非常的融长。 然后,也就是说你要配置这个东西,你对TANOS的各种组件要非常非常的了解才可以。 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TANOS有很多Sleetfall的这种工作负载。 然后呢,这里边它很多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这种普通的HTA去对它这些工作负载进行伸缩了。 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Injuncter增加了很多个租户,然后它的数据很多的话,用的内存很多,然后你就扩容出一个副本。 那这个时候,如果它的消耗量,这个数据量没有那么多了,那你就需要把这个扩容的副本给降下来。 那我们知道Statefall side的它缩容呢,是先缩容你新创建出来的这个副本。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新创建出来的副本可能刚接受到一个租户的一个数据,刚落盘,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Scale down。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处理不好呢,就会导致说你这个数据可能就会丢了。 当然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你特别小心的去给它Scale down。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这个Scale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和那个Kubi Thanos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Hash Run呢,还是需要用户手动的去配置,还是比较繁琐的。 就是配置这个租户,我这个租户哪个租户去到底是用什么工作负载去接收。 然后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用户还期待什么。 然后我们讲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用户其实都已经熟悉了说,我们用CRD的方式去部署各种组件。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MySQL Operator,有这个Kavka的Operator,有各种的Operator的方式,用CRD的去部署。 但是Tanos其实还没有,就是说,当然好像是有一个叫,就是一个什么公司开源的一个Operator,但是好像也不是,扩展性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Tanos的这种租户的配置,我们需要尽量让它更简化一点。 然后不要说去你手动的配置,各种Hash Run,这个对于很多生产的环境的用户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友好。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把Tanos和KavkaS的这种多基群去进行一个适配。 包括其实你用Tanos去计算它的这个多基群的recording rule的时候呢,也会有些扩展性的考虑,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有几十个或者是上百个这种cluster,你怎么样去配置你的Tanos的工作负载? 然后呢,你怎么样随着你的cluster的创建和删除,去对你的Tanos的一些工作负载进行动态的扩展? 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在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基于这些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其实我们CubeSphere团队在三年前吧,就开始去做这个,就是开始开发这个Visa的这个项目。 然后Visa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在今年CubeCon的前两天才开源。 然后呢,接下来就请我同事这个张军豪来介绍一下Visa。 好的,下面由我来去介绍Visa的,然后我们从右边的加构图去看,我们看到普罗米优斯在正常的KPS节点上去采集节点和应用的指标。 这个节点可以是VM,裸金属,然后Member集群,或者边缘集群,而在边缘节点上,我们可以通过Bit或者Vector去代替普罗米优斯进行采集和推送。 然后我们将数据推送给Gateway,由Router进行,根据Hashin的配置将数据转发给对应的Ingester,然后Ingester接收数据,并将数据处理进行落盘,采集化的对象存储。 这是我们指标的一个写入流程。 在查询时,我们通过Carrie去查询,在Ingester上去查询进去的数据。 在Stars上去查询历史数据,我们其实数据在Bucket上的数据。 然后在Carrie前灯,我们有一个CarrieFrontend去做查询缓存。 指标计算方面,我们通过Ruler组件去查询Carrie规则,并将查询到结果去写给Ingester。 然后,告警规则将产生的告警内容推送给Alas Manager去发送告警。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流程。 这是基于Reserve模式的一个流程,我们还可以接入CarrieCarrie在普罗米修斯上,我们注入SoundsEgin的SoundsCarrieCarrie,然后去查询。 接下来我们去讲Wear的里面的组件和组件。 我们所有的Sounds组件都会被定义成CRD,然后也有我们自己Wear独立的CRD,包含Sounds,GetWay,SoundsCarrie,Talent。 这里我们我会后边去进行介绍。 Talent是我们这里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CRD的抽象,它是对应了Sounds里面做住户,然后我们会基于住户进行做一些组件的制度收拾,包含Ruler,Ingester,Compactor等。 然后我们还要基于入Grope进行自动扩展,然后基于时间分辨进行扩展,去更好地去缓解机群的压力。 在这里GateWay和EG的Proxy来去作为GateWay作为机群的流量入口,然后去控制机群的读和写。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查询优化和安全增强,以及稍微适合组件的两极配置,然后去更好地去管理配置。 这里是我们Wear独立的里面定义的CRD,包含Sounds相关组件如Router,Ingester,Ruler,Carrie,CarrieFoundEnder,Star,Compactor。 然后还有我们Wear独立的特定抽上的一些CRD,比如Sounds,Tenet,GateWay,Stor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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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会包含我们默认的所有组件的配置信息。 当我们组件自动伸缩时,它会去从Sounds上压载配置。 Tenet是Sounds里面租户的一个出向设计。 然后我们很多组件的制度伸缩会和Sounds进行关联。 GateWay是我们流量的入口,然后我们去定义流量的一个指数控制。 Storage是我们持有对象存储的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Sounds的一个定义。 这里我们去包含了我们各个组件的一个配置信息。 然后它如果说组件由住户自动快点的话,它会去通过Sounds上的配置进行加载去把服务启动。 然后下面是Sounds里面的一个我们对Sounds住户的一个抽象定义。 我们通过定义租户,然后去解决Hushin的配置问题,然后去更好地去进行配置和扩展。 另外一部分就是Sounds状态其实是标明了我们Sounds,我们各个组件的一个关联信息。 Sounds状态,它会去代理我们所有的机群的游戏请求。 它会去代理我们所有的机群的游戏请求。 它会去代理我们所有的机群的游戏请求。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启InEvilTenent的Administration来去进行配置。 然后拒绝这个机群的一个写入。 除此之外,我们还去支持TRS和BesticalAuth的一个认证增强。 然后我们继续暴露Sounds query UI去方便我们用户去查询和调试。 12E则是一个对象存储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定义,然后包含了一些对象存储的必要信息。 Rooter是Sounds里面的一个ReceiverRooter模式。 它是处理根据Hashware的配置将流量录游到对应的Ingester上。 然后这里我们也是基于上车的设置没有做过多的一个更改。 然后Ingester是我们是Sounds Receiver Ingester模式。 它去处理和接收租户的数据并把它存储到对象存储中。 像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第一个配置项。 它的意思是我们当前这个租户,当前这个Ingester它包含的租户数量上限。 然后它认识去标,标明当前这些租户有哪些租户位于这个Ingester上。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租户配置上限是三个,那么它最多能如纳三个租户。 如果租户过多,这就再新增有租户,它就会新建一个Ingester, 让它去到另外一个Ingester上进行负载。 当这个租户删除时,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个Ingester的一个资源回收。 我们这里会配置了一个Deport Ingester Retention Provide。 我们去当,当一定时间到达这个时间内,我们这个Ingester没有租户, 那我们就开始回收这个资源。 为什么这里配置会三小时呢? 我们知道就是三小时是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数据落盘仪, 并推送到对线存储。 那么我们配置为三小时,就能保证我们当前这个租户数据已经被完整的落盘以及上传。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进行资源的一个安全回收。 Ruler是Science边的原生组件,然后我们这里会有两种模式的定义。 一个是Global Ruler,一个是Tent Ruler。 Global Ruler用于去查询告警,它会去做一个告警规则的一个计算。 然后全部的告警规则由Global Ruler进行处理。 那么可能会这个Ruler上面的规则会特别多。 那么我们会通过分片来去缓解这个压力。 然后每一个分片是一个Ruler的一个工作负载。 另外一种Ruler模式为Tent Ruler。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Ruler去计算当前这个租户的有肯定规则, 并将这段结果交给Ingestor进行存储。 Compactor是用于在对象存储的数据进行压缩和降采量。 然后Compactor也和Ingestor类似,我们也用了一个DefortTent per Compactor 来去配置我们每个Compactor能够处理的租户数量上限。 然后Tent质量最标明这些租户正在被当前这个Compactor进行处理。 然后下边是Compactor一些Returns和降采量的配置。 Compactor是我们的对象存储的一个查询网关。 然后我们在上边定义了Time Range去进行时间分片查询。 每一个Time Range就专业一个12的一个工作负载。 像上面的配置其实我们是会去创建两个主要的分片。 像第一个我们会去做一个历史数据的一个保存。 因为历史数据可能会比较多比较久, 那么我们但是它命中可能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历史数据的一个保存。 第二个配置就是我们近期的数据的一个样面保存。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近期的数据落在第二个工作负载上。 通过这种时间分片的机制能去减少, 去大规模进行长地十周期的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查询压力。 Query也是上游Sounds Query的一个组件用于去查询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里也去定义了一个PromoQL Engine的一个制作案, 然后去证明我们使用SaaS的一个引擎, 相较于上游的Promos的一个引擎。 它其实有更快和更好的一个性能表现。 然后时到这里去对接外部的一个数据员, 我们刚才讲到的SaaS3CAR模式, 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做介入。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B数据配置为 最近36小时, 那么我们本地数据就会去在引擎上进行查询, 然后去本地去查定期的日料数据, 然后历史数据去查对象存储的那种数据。 下面是WeatherTenet的一个制动扩展。 我们每个集群都会是一个cluster资源, 然后我们通过WeatherAdopter去转化成对应的WeatherTenet的一个对象。 然后这些对象会被WeatherController进行管理。 我们刚才我们看到的模式设计是3, 然后我们会把Tenet1,Tenet2,Tenet3, 去落于Inget3上。 那么当我们有新的Tenet4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去为它新建一个Inget3, 让它数据落于这里。 当Inget4删除的时候, 然后我们等到了一个retentionProvider, 我们就可以将Inget3进行安全的删除, 进行资源回收。 Rulel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纯具的Rulel进行处理告警, 然后每个Tenet都会有一个对应的Rulel 去进行recording规则的计算。 然后Compactor和Inget3类似也是这样对应的一个机制。 然后下面我会去介绍PromiseRule和RuleGrope。 PromiseRule是PromiseOperator的一个规则的一个抽象定义, 然后它去包含多个RuleGrope。 但是我们使用PromiseRule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便, 比如说它定义了多个RuleGrope, 当我们去编辑的时候, 然后就会产生冲突, 导致对象无法保存。 那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去说, 每一个Rule作为一个CR定义, 去这样定义。 但是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产生过多的一个CR。 然后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格中的方案, 然后每个RuleGrope再做一次抽象定义。 然后我们最多40个Rule在一个RuleGrope中。 这样它能去更好的管理和可视化展示, 然后也避免了我们给你冲突。 还有就是我们RuleGrope, 每个RuleGrope是会使用单独的Grooting进行计算, 然后和入的一个计算周期其实保持一致。 RuleGrope是一个Namespace级别的资源。 那么当我有一些Cluster级别的告紧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些, 就需要一个ClusterRuleGrope的一个定义。 在我处理多个集群或者多个住户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更高一级的抽象定义。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GropeRuleGrope进行抽象。 接下来是一个RuleGrope的展示。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很方便的去进行可视化, 以及进行编辑管理。 OK,然后我们来回顾我们整个Weather的一个架构。 我们去定义了相关的CRD, 然后去让Weather去部署ProMex更容易配置和管理。 然后去尽可能去达到开箱即用。 然后我们通过GropeRuleGrope的也准备控制, 来去对SaaS的安全性去进行一些增强。 然后去在查询方面去做一些优化。 通过SaaS和Page的两级Page来去更方便的去管理。 好,下面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还希望TANOS哪些功能是有一个增强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今年4月份之前, 其实TANOS的RULER其实是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RULER接收到很多个租户的数据。 然后就比如说它计算recording rule的时候, 它计算完了之后, 需要把计算出来这个metrics再写回到TANOS的ingester。 在这个时候它只能是把写到单一的一个TANOS里面去。 也就是说你原来是一个多租户的一个recording rule, 那你写的话就只能变成一个单租户的了。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对吧? 这个就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就是说我本来是多租户的, 但是你最后写的时候就给我写到一个default的租户里面去了, 这个查的时候就是match不到的。 然后所以我们在今年4月份之前,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发了第一版了。 然后所以我们是用了一个cortex的组件去能够把ruler计算出来的这些metrics, 重新加上tenance的header去写回到TANOS。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增强。 然后今年4月份, 其实TANOS社区其实已经有个PR, 它是能够根据你接收到metrics的label里面抽出一个header, 然后它把这个metrics按这个header去按这个租户去进行一个分组, 然后分组之后, 然后分别写入按这个租户, 还加上header之后分别写入TANOS。 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去兼容社区的这么一个方案。 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抽象是一个租户是一个集群,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租户它可能有些共同的特征, 比如说这些集群都是在华为region, 那我们就希望加上一个region的这么一个标签。 这个时候其实目前的实现我觉得也是不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比如说它如果是你要给租户配一个exional label, 一个精态的标签的话, 它就会给ingester上的每一个租户都打上相同的label, 那其实我们的需求是说能够针对每一个租户配置它的一个label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这个租户,这个ingester上的租户一是属于北京这个region的, 然后这个ingester上的租户二是属于夏海这个region的。 这样个性化的这种exional label, 其实现在TANOS还没有实现,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TANOS社区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好的完善。 当然是有一个proposal就说叫dynamic external label, 它就是能够从这个label里面抽取出来一些共有的作为一个exional label, 但是这个还没有实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TANOS的现在这个seal, 它是ingester和router它的代码是融合在一起的, 这个上游的mantainer其实已经反映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融合在一起就不利于这两种模式分别去演进, 然后也有mantainer去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拆开, 所以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上游这方面的一个进展。 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我们vizard在COOSE表里, 在生长环境中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演示, 这个可能就是一些screenshot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是一些集群的列表, 那这个集群的列表其实就是对应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vizard的一个一个的tinent, 然后它其实是能够把所有这些集群的数据中间的这一块是所有这些集群数据的一个聚合的一个展示, 就是说你所有的集群一共用了多少核,多少个节点,多少个项目,多少个容器组, 如此,这个都是从TANOS里面查出来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你还可以就是跨集群, 对所有的集群的数据有一个排行, 比如说你这个集群它用了多少CPU内存, 它的内存使用率,磁板使用率是怎么样的,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看到所有的节点, 第二个type就是节点, 这个节点包括后面的项目和容器组, 其实都是有一个集群的一个额外的属性显示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排行的,你插出来的节点项目或者容器组, 它是属于哪个集群的。 这个就比单实力的博米丘斯, 它其实是多了一个集群的一个维度。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这两天就有很多这个社区在讲说, 我们对于这个KPS多集群的这个支持, 又是比如说Kamada呀, 或者是这个Klasernite, 或者是Fleet多集群的项目。 但是呢,其实是对于监控的数据呢, 其实它也是需要有一个多集群的这么一个支持。 然后呢, 我们是通过Visa这个项目呢, 其实是能够提供了这种能力, 然后结合这个TANOS, 对TANOS的一些改进, 还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个, 这是一个全局告警的一个展示。 那我们可以看到倒数第二列, 它也有一个集群的一列。 然后呢, 这个也是通过TANOS那个全局的ruler, 来计算出来的这个一个告警。 然后另外, 另外呢, 就是我们最近做的,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集群的做一个资源的查询, 就是说能够查询一个POD, 就是在你的所有的, 比如说上百个集群的范围内, 查到一个POD, 它的这个IP是多少, 然后它是属于哪个节点, 这都是可以查出来的。 然后陆续我们会加上更多的这种跨集群资源查询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在深入环境中的对Visa的一个使用。 然后,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ROADMAP, 就是COOPSFARE发展了很多年, 其实它的这个可观测的能力呢, 累积了不少。 然后我们会逐渐的把这个可观测的能力呢, 就是统一在Visa TAMETRY这个可观测平台里面去演进。 包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Metrics, 后面还有这个Logging, Tracing, Events, Auditing, 还有这个通知, Notification。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也会去支持, 对Open Telemetry有一个更好的支持。 包括现在比较前沿呢, 就是比较流行的EPF技术去赋能这个可观测的这个一些指标的一些收集, 这个可能它能够和Open Telemetry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结合, 去做一个Tracing。 包括我们最近这个大模型起来之后呢, 其实对大模型应用的一个可观测呢, 也是一个非常刚需, 就比如说你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它用了多少个Token, 它的延时是多少, 这个我们也会有一个更好的支持。 那包括我们现在对一些这个AI基础设施的一个可观测,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支持, 这个后面会持续的去演进。 然后今天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 我们是在CubeCon前两天啊, 就是把这个VidA的项目开完了, 然后也就相当于今天呢, 是正式一个Announce, 然后也就是欢迎大家去加入CubeSphere的这个社区, 然后去跟我们互动, 去演进这个项目。 好, 我的演讲就是这些,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您说。 您稍等一下, 我好像听不太清, 您的说话。 我看看有没有一个麦克风啊。 我看看有没有一个麦克风啊。 有没有你来前一点吧。 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们在用TANOS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这个OOM的这种情况。 就是有, 就是他,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一些高基数的指标, 会导致TANOS的组件会OOM。 这个我觉得就是, 其实是从两方面去考虑。 就是我们在固执事实现的过程中, 首先你在设计这个指标的时候呢, 你可能尽量的避免去把一些高基数的Value去付给这个Label。 然后这是, 这是一种, 一种考虑方式, 就比如说, 你如果把一个网址作为一个Label的Value, 这个其实在普洛米修斯社区, 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荐。 就是包括普洛米修斯, 包括Locky, 或者是Temple, 这样的, 其实他都在尽量的避免去把一些高基数的Value去传给这个Label。 另外就是说, 这是属于你自己设计的时候去注意的一个事项。 另外就是说, 如果是社区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暴露出来这样的Metrics, 你可以通过一些Label去把它给过滤掉。 这位同学的问题就是说, 可能Tanos现在是, 因为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把, 刚才我们也讲到, 就是把一些计算下沉到每一个集群里面去。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是像这种集中化remote write过来。 这个两种模式呢, 其实它是, 就是说, 下推这个计算, 就是在Sitecar这边计算的, 这个是Tanos首先提出来的一种模式。 这是它最开始支持的一种模式。 然后如果你看社区的其他一些项目, 比如说, Grafana的Mimia, 包括它之前的那个叫Cortex, 然后包括那个Ruber开源的那个叫M3, 然后包括那个Victoria Matrix, 其实它都是要remote write过去的。 这个其实, 首先呢, 其实remote write它有一些好处, 然后当然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集中的控制。 当然你在本地集群跑一个普罗米修斯, 然后用Tano Setcar呢, 它也有些好处。 所以我们这两种方式呢, 其实都是支持的。 就是刚才可能没有明讲, 就是你可以用Visor去部署一个, 给你的普罗米修斯部署一个Sitecar, 然后呢, 它也能够从各个集群的这种Sitecar里边, 查询每个集群它的那个普罗米修斯的数据。 这都是, 这两种模式我们都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业界的趋势, 就是说大部分这样普罗米修斯长期存储的, 项目, 它都是要接收RemoteRide的这种方式的。 对。 对。 好。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我的分享就到这儿, 然后感谢大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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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